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代人时常可以发现古老的遗物 例如一些无法破译的古文书 原始工具 以及那些根本不知道如何打造出来的 复杂且完美的建筑物 对于研究人员和历史爱好者来说 这些谜团无疑就是历史对他们下的挑战书 而大家所熟悉的Top10 今天也准备迎接挑战 让我们向各位介绍一些 古今中外就连科学家也无法解释的惊人发现 听起来很有趣吧 敬请放轻松欣赏这支影片 那就一起进入正题吧 科哈乌朗哥朗哥 保存于世界中的博物馆 智力的复活节岛 当大家听到这个太平洋小岛时 脑子里会先浮现出什么呢 多数人想到的应该是著名的摩埃石像 一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 如此艰难的建设 不可能是由当地土著一手打造的 然而摩埃石像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以石像的重量来说 当地人用石锤切割或雕刻完之后 利用杠杆原理就可以轻松搬运 以及设置它们了 复活节岛上最大的不解之谜 在于当地人使用的古老文字 当地人称为科哈乌朗哥朗哥 专家们也都知道 一些写有古老文字的木板仍旧存在 但是上面记载的神秘文字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破译或者解读它 古代罗马因为邻国伊特鲁里亚的文字 复杂且难懂 就有了这么一句礼语 Etruskan nonligatur 意思就是伊特鲁里亚语不可读 在这里我们把它换成 Longo longo nonligatur 朗哥朗哥不可读 也很恰当 据文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读懂朗哥朗哥语的人 出现在19世纪中叶 但随后被许多居民当作奴隶给带走了 许多著名的美国、欧洲和苏联学者 在20世纪曾经多次试图破译它 但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21世纪更是无一人能解 1948年 巴勒斯坦英国外交官亚历克·科克布赖德爵士 在约克偶然发现了一堵奇怪的石墙 虽然墙壁的高度并不高 大约只有一米 但长度却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为了测量准确的强度 甚至需要借助现代航空摄影技术和卫星图像 调查之后发现 这道神秘的石墙全长106公里 若加上分支点 则可达到150公里 这堵被称为谢比布县的古老城墙 在经过研究人员调查之后 发现了更多的事实 它的建造历史 竟然比基督出生的年代还要来得更早 究竟它的打造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石墙的高度太低 宽度太窄 根本无法当成防御机制 实际上这堵石墙 是可以简单跨越过去的 那么会是宗教上的含义吗 又或者是古代各国 想在没有自然屏障的沙漠中 彼此划清界限而打造的呢 关于谢比布县 至今仍无更多解答 1991年 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附近的农田上 进行航拍时 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圆形物体 只要遇到这种怪事 人们总会先想到外星人 但是这一次 事情却朝着更有趣的方向发展了 挖掘调查开始后 研究人员立刻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 总结一下状况后 发现这里在新石器时代 曾经有过许多圆形护城河 并且有几个出入口 其中两个出入口的设计 是刚好能让冬至日出和日落的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 而另外两个出入口也是一样 是刚好能让夏至的太阳照射进来的方位 而另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是 就在哥瑟克圈附近 也发现了内布拉星盘 这块星盘就像是用青铜制成的盘子 上面刻有太阳 月亮和星星的金色符号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个星象盘可能被用来确定 冬至或夏至期间恒星的相对位置 而内布拉星象盘 是否曾经出现在古代天文台的哥瑟克圈中呢 当时住在这里的蛮族印欧先民 创造出如此巨大又复杂的科学研究设施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在那里使用了大量 类似内布拉星象盘的天文设备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最后这些遗迹都被遗弃 星象盘也遭到了掩埋呢 这里并没有发生战争过的痕迹 所以遭遇外敌攻击的假设也不成立 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了古欧洲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加纳利群岛的历史相当悠久 而且复杂且神秘 例如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 岛上的土著关切人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关切族 还记得我们曾经在别的影片中稍微介绍过吗 在他们还没有受到任何人支配的时候 特内里肺岛上的龟马尔 曾经是酋长国的首都之一 他们在1496年被西班牙人征服 而如今的龟马尔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 即便如此 由于这里独特的神秘色彩 深深吸引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和游客 因为龟马尔周边随处可见关切族的文明遗迹 虽然那些看起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就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惊人发现 震惊了全世界 那就是镇上的六座阶梯金字塔 著名的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 十分热衷于这些金字塔的研究 并声称可能是埃及人的杰作 根据托尔的说法 法老王的家臣们大概是乘船抵达了美洲 这里比他们原本的目的地还要远上很多 而且来往间的加纳利群岛就是一个必经之路 专家们对于这个假设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大多数人认为金字塔建造于十九世纪 更准确的说法 金字塔是被堆叠起来的 当地农民在耕地时 将除去的石头堆叠起来 就这样形成了一座小山 而这一理论是基于考古发掘和地质年代测定的结果 然而一些边年史指出 当西班牙人征服此地时 加纳利群岛上就已经存在着金字塔了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由当地居民用石头堆叠起来的成果 大家都各说各话 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挖掘调查的结果呢 即使不是全部 也有些金字塔的成型 要比十九世纪和前西班牙统治时期还要古老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究竟是谁打造的呢 说起印度带给人类史上的贡献 简直是数也数不清 古印度王国曾经有无数的数学家 天文学家和建筑师 例如中世纪波斯学者 花拉紫米的名著代数学艺术 其内容早在两百年前 印度学者婆罗婆吉多的数中 就已经率先被提起了 顺带一提 代数一词 algebra就是出自于代数学的阿拉伯转写 而algorithm一词 则是取自于花拉紫米的拉丁译名 当我们回顾古印度文明所取得的成就 有些人总会说 他们的发展肯定少不了外星人的帮忙 也许著名的埃洛拉石窟 和供奉师婆神的卡鲁古马来的 Fetufan Kool石窟神庙 都是在外星人的指导下建造的 是不是很荒谬呢 但除此之外 我们确实无法想象 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这座寺庙 是由坚硬的花钢岩石雕刻而成 装饰寺庙的石像 制作精美 且栩栩如生 其逼真的程度 时常让游客信以为真 然而这座寺庙 其实只是个半成品 就像是有什么突发状况 突然中断了古代雕刻家的工作一样 寺庙底部的石像就是一个例子 会是因为指导雕刻的外星人 突然有急事而不得不离开地球了吗 小话就说到这里 我们不相信外星人 跟这些神庙的建设有任何关系 Fetufan Kool和世界上其他的 石窟寺庙一样 都是经由人手打造的 但是当时确实还没有足够先进的工具 人们是仅用石雕锤和凿子 就打造了这些神庙吗 会不会确实用了什么创新的技术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而Fetufan Kool神庙的打造方法 就跟之前在影片中介绍过的 巴勒贝克三巨石一样 谜团重重 以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喜欢这样的主题呢 关于这次影片中的谜题 或许各位也有自己的假设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板 跟我们分享 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观众 请务必帮我们订阅 按赞以及转发 对于各位的支持 我们不胜感激 那就让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